為了慶祝端午家節 新美市議會和新美市體育總會 將於6月22號到6月23號 在微風運河舉辦新美市議長盃 第十三屆龍舟錦標賽 並於5月30舉行即將點睛的儀式 而新美市長侯友宜也親自到場 為龍舟賽來祈福 希望大家藉著端午節 華龍舟的一個禮席 讓大家不要忘了 這個信息告訴我們自己本身 帶一些集會者如何為我們國家來努力 為我們這塊鼓勵能夠多貢獻 今年龍舟錦標賽共有92隊參加 包含外籍人士 原住民 公司員工 和學生等等 一同爭奪高達250萬元的獎金 而活動兩天民眾只要到現場 就可以領取呱呱卡 有機會贏得各項熱門好禮 除了龍舟比賽以外 我們還在活動現場 和觀望 規劃了許多機會的遊戲 包括 刷刷卡 有機會會刷中我們的七炸鍋 等的好比 還可以自活動觀望 挑戰龍舟小遊戲 在即將點睛儀式上由新北市消防局打火英雄 擔任守護大使 希望為龍舟錦標賽滑出好彩頭 而新北消防局同樣比較過往 報名龍舟男子組賽事 希望能夠展現出新北的活力 記者蔡宇軒 曾毅玲 新北採訪報導 因為我們先出現的 明天真正的 記者在沙漠上